昨天的感受如何,是不是覺得市民不再積極參與民主運動 所以出來的人少了很多 我不是這樣的感覺 經歷了兩年多這麼長的一個爭取普選運動歷程 而政改又否決了 到了這個時候,其實剛剛結束了政改 其實是兩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其實大家都未找到下一輪爭取的方向 雖然民陣提出了一些方向 學聯的學生都提出了修改基本法 但這些都未有足夠的時間在整個民間裏面去醞釀、討論 所以在沒有一個很清晰的主題之下 你仍然都有幾萬人出來 民陣港四萬多 有其他人統計兩萬多、三萬 我想都是一個不少的數目 如果你在2005年提到當時董建華下台的時候 一路零三一路就是要董建華下台 那董建華真的下台了 大家自然又沒有出來走的動力的時候 那時候只剩下兩萬人 我想現在這個數字仍然表示有一定數量的人堅持 繼續要用一種遊行的方式、和平的方式去表達他們的訴求 有部份人士就會覺得 因為佔完中之後都是這樣 還出來走有什麼意義呢 或者真的覺得很累呢 這個可能都是因素之一 這個我想都是 但你剛才提到有很多新的群體出現 這個都會是雨傘運動之後的一個新的香港公民社會的現象 就是會有很多新興的群體出現了 這些新興群體和原有一直在 例如民陣本身的爭取普選 或者關注一些社會事務的團體 他們之間的協作是怎樣 其實大家都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去磨合 即是變成那個動員 如果這些新興團體將來一路跟舊的那些 是能夠有一個比較有機的可以連繫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動員力應該是比起以前的重要大